这个在急诊室脚飞台 吵着要找领导的人叫旭桂华 静晨6点 他不慎扭伤了膝盖 疼疼男人的他来到医院 开完膝盖的CT 他想让医生再用CT 帮他看看有救伤的腰椎 遭到了医生的拒绝 旭桂华想要找急诊医生的上级领导讨个说法 医生告诉他 领导大概要7点才能来 医生动职一迷 小致已情 这个就算我们给你开了 放车课那边也不会认得 旭桂华却觉得没损位 到时候连着放车课的领导一起吵 接着又从口袋掏出手机 开始录像 要留作证据 曝光医生 医生看着啼笑皆非的这一幕 简直不要太无语 旭桂华一口咬定 自己膝盖疼痛一定跟腰椎上的旧伤有关 控诉着医生的视而不见 医生真是满肚子委屈 本次疼痛活动受限的原因 跟他膝盖受伤扭伤有关系 医生觉得这次扭伤跟腰椎毫无关系 在此基础上已经给他开过相关的CT扫描了 旭桂华却过之几件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吵着要顺带把腰椎一起拍一下 不然就叫你领导过来 两个人僵持半天 医生是在拗不过他 只好把上级领导找了过来 旭桂华再次拿出手机 这次对准了执伤医生的上级领导 领导提醒着他 咱们这边是有监控的 不用你录下 旭桂华却信不过监控 依旧有手机录着 保险期间 领导要过了旭桂华的片子 重新诊断了一遍病情 发现直办医生的诊断并无不妥 旭桂华不理解 我就是想顺带拍下腰椎 为什么会被再三刁难 倔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领导也是郁闷极了 医生试图跟他讲理 可旭桂华完全听不进去 像一个要不到糖吃不罢休的小孩子一样 直接把领导气走了 旭桂华再次用手机对准值班医生 请你把这个放下去 你这个我可以严重起诉 你轻上我的消息 可大哥是油盐不尽 可以你起诉你起诉你起诉 这一下把值班医生也气走了 他们喊来了保安 既然他们不理解我 那周围办办医生 这期间旭桂华一直举着手机 我合理的要求比拨多了 闹了半天把保安照了过来 投诉未遂 并还是要看的 旭桂华忍着怒气 拖着一条伤腿 先去把已经开好的膝盖检查给做了 CT不是普通的检查 不做适当的限制 对有限的医疗资源是一种浪费 再者说 做过多对于疾病无意义的检查 对患者的身体而言 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可旭桂华仍旧不死心 做完检查后 他又换了一个诊室 重新找了一名医生看病 CT其实对腰间盘的问题意义不大 医生建议 如果他如此关心腰椎的问题 可以明早7点后 过来排队挂号 做一个磁宫症 折腾了一早上 被第三个医生拒绝后 虚规话看完膝盖离开了医院 要说他是吵着要医生看病 那接下来的大哥 就是完全相反的 这位浑身脱红的大哥 是因为骨折被送进医院的 本来打着头包消炎 却突然发生过敏的情况 浑身脱红 医生立刻将他送进了急救室 光是进来 大哥就胆战心惊 相比于命 他看见急诊室三个字 更担心的是钱 我现在没有钱 先救命 不要你的钱 滑身痛红的他 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没事我感觉还好 说完 甚至还要求签字 拒绝治疗 这样医生就不用担责任了 有一些患者 可能当时没有引起自身的重视 然后就要出院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病人不了解后果 但医生不能放任不管 急救室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偷包过敏 也不是你觉得不痒了就没事了 等你有事了怎么办 这时医生把家属交了过来 女儿满脸都是担心 医生要他先去挂个号 大哥却在病房里算起了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